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来到那儿手车市场 看能不能找到一辆适合改成床车的面包车 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的 前后我们已经看了十多天车 不是在车市 就是在前往车市的路上 真的有点心理瘦碎了 今天看完了之后 怎么都要把方案定下来了 我们找一辆长一点大一点的面包车 可以改成床车的那种 有吗 看一下有吗 现在在抛光 在抛光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线车 你好有大一点的面包车吗 可以改成床车的那种 大的啊 对 这种就稍微小了一点 我们想买来改成床车 哦没有没有就算了 这有一台 但是感觉它的长度不够呀 哦全是座位 7座的 可能就4米多一点哦 这个车有多长 长啊 坐后面吗 就是这个长度啊 怎么长我不知道 这个没亮过 这个后面差不多2米多点 后面2米宽吗 长一点 哦后面2米多点哈 就感觉这个车小了点 我们要买一辆改成床车的 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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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车有没有长一点的吗 这辆吗 这辆吗 大概要买几千元的床车 我亮一下到底有多长 宽度是1米4 长度 长度差不多也有2米4 2米4吗 就是1米5 1米5 到这儿 我帮你拉一下吧 好你帮我拉一下吧 2米2 你如果坐成1米8的床 前面只剩40了 因为它宽度只有1米4 你坐不成横床 只能坐成重床 有长一些的吗 没有了 这个就是最长的了 我们那天好像看到的 一辆 但那一辆有点旧 还没有 喂大哥 有没有长的那种 三五行的车子 有没有加长版的 哪一年呢 20年了 20年了 没得十五顶 要打给好的钱 在那地方吗 这个拉四川 远吗 走过去有多远 我带你过去 没有的 可以 一会吧 我看一下这里还没合适的 没合适 你走过来找我 好嘞 好嘞 这个感觉挺长的 打不开 可以看一辆这个车吗 看一下 那边吗 哇塞 全部堆满东西了 它长度有多少呀 走花香长度是2米6的 2米6做一个1米8的床 前面还有多少 还有80 80这么多 到这儿 哇塞 这个桌子 椅子还要往前面 你连坐一个柜子的位置都没有了 不行 这个是不行 这种面包车想改床车 真的是有点难度的 哇那前面那一辆好像要长一点 金杯的 我们想买一辆就是可以改成床车的 面包车 这个这一伙子啊 感觉这个是不是最长的 这个好像长度还可以 整车是多长的 这个内宽 这个车内宽要宽一点 1米5 老板可以帮我拉一下吗 我拉一下内长 这个尺子只有2米 你拉到底就可以了 好麻烦放一下 这个地方 这里吗 嗯对 2米9接近 2米95 它是几座的呀 96座嘛 6座的 可以抽到这里 你改床车的话 对 就把它拆掉嘛 这个车是哪一年的呀 15的 15年的 汽油车吗 汽油 肯定财油不好啊 哦 财油太炒的 拿开起来 哦对对对 多少钱呢 这里啊 这两的话就 25800吧 25800哈 对 包括你过库 哦 你们都是包了过库的嘛 对 可以试一下吧 发动机那些 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 这个车挺好的 它的高度还可以 这上面可以做柜子 可以做两排 这边一排 这边一排 储物空间就比较好了 这个车多少公里啊 这个车啊 公里 5万多公里 5万多哈 这个发动机 看上去还比较新哈 因为只开了5万多公里 对 还没新过嘛 哦 对对对 还可以 这种车性价比就比较好一点啊 对对对 2万多块钱改成床车 再花个两三万 5万块钱就搞定的吧 如果这个要做成床车的话 就是这个座位就没用了 就把它折叠下来 坐在床的下面 这个座位就要靠死在这个位置 前面才能做柜子 这样子可以收起来 哦 这哦 对对对 它收起来 全部都可以取掉了 嗯 嗯 收到这里 前面有几个路 这个座位可以这样 虽然它不占空间 但是它不美观呀 你要做的美观简洁的话 你还是得藏一个这个椅子 藏在床下面 那前面要有一张桌子 桌子下面还放礼店那些 放个小 放个两个小凳子在里面嘛 那你这个是全部都要拆掉 这个违规了 现在这些 弄这些车子 全部都把座位拆掉了 他们都把座位拆掉了 我觉得我们上路 还是要合规合法的好一点吧 是是是 但是交警在那里 我都把那个50块钱 哦 它不会那种强制要求你改造吧 不会 只不过它就是说 发的50块钱 叫你回去把它还原 就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样的 哦 这个可以打开 都可以打开 在里面打开 通风就比较好这种 睡在车里面就没有那么难受 像那种依维克的 我们之前看的那种 虽然它大 但是窗户全部都是封了的 是的 一个大这下 里的要是不同风格 一点老 嗯 对对对 把它记下来 我们比较一下 最后选一辆 老板你再说一下 15年的车 5万多公里哈 内宽 1.5 内长 2米9 汽油 博士 最低价是多少 就25200 5200是怎么来的 200块钱 对 25200 还有2500 那个 250不好听 看一下这旁边这辆呢 能不能打开 哦 这个可以打开 这辆也是7座的 但是感觉也是属于长度不够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长度吧 长度才能决定你装的东西的多少 这辆木车只有4米多一点点 这个市场就逛的差不多了 找到了两辆相对比较合适的 另外一家的老板说 他旁边有一辆比较适合我们的 现在我们过去找他 叫他带我们过去看一下 你好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吧 你说的那辆车 哦 这一辆呀 但是我感觉它好像不是挺长呀 你帮我拉一下 我就大概知道 外面才2米5 里面最多就是2米3 它短呢 你拉在这里 你先拉个1米8 你看一下前面还有多 来嘛 你帮我 1米8就到这儿了 这前面还有90 这个短呢 我们还要放一个正柜子在这个地方 下面放锡垫 对 放锡垫 什么水桶 那些放那个位置 这个小了 这个应该不是加成的吧 是 这个已经加成的了 哦 它稍微短呢 今天看到面包车 感觉我们的思路又变清晰了 如果拿房子来做比喻的话 面包车改床车 等于就是只有一间卧室 如果是商务车改床车 等于是一间卧室加一个客厅 如果是房车 那就是一间卧室加一个客厅 再加一个卫生间 感觉还是房车最好 我们晚上回去再合计一下 到底选哪一种方案 就把这个事定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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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